今天我们来煮一个肥肠吃 年前的时候肥肠是20多块钱一斤 像这样的水肥肠 现在便宜了15块 肥肠好吃的话 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 这一笼肥肠很漂亮 没有那种肠子都会清的 先加食盐 稍微多一点 再来一点高度啤酒 下手先不停的软 把表皮的这个玄瑄全部都软下来 大概软五分钟过后 咱们放到清水下面 给它冲洗一下 再如此反复的 软个两到三次 第一面洗好过后 咱们来给它翻上一面 因为这个肥肠里面这一面 它特别多的油 如果不处理的话 吃起来就很闷 看到没有 翻过来之后 这些全部都是油 给它扯掉 把油撕干净后 这一面也加盐和白酒 同样的给它软一次 等一会儿把它清洗干净 翻过来 肥肠的话就算洗好了 清洗干净的肥肠 放入高压锅里面 先给它压一下 咱们今天做火爆的 来一点姜葱 花椒酒 上漆锅后 给它压八分钟就可以了 压好锅后 先夹出来晾凉 配菜来切上一点芹菜结 再切一点葱王结结 这两样东西的话都很香 并且成熟的也特别的快 烧油冷却的肥肠 就切成滚刀块就行 再来切上两锅泡辣椒 将蒜片也给它切上一点 来几块干花椒 锅里来上一点菜籽油 下肥肠 一定要高油温下去爆哈 这样子炒出来就不存在熬不烂 味道一样的是好吃 紧接着下准备的这碗小尿 两年成量的红油老豆瓣 全部都炒香出色锅后 把葱黄芹菜放下去 继续的用大火翻炒均匀 来一点鸡精 白糖 一丁点豆油 起锅前烹点毛毛醋 这样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真正的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咱们今天的火爆肥肠就算做好了 这个方法超级的简单 还有怎样清洗和处理肥肠 炒出来好吃 没有任何的新异味 喜欢吃肥肠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试着去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 杀够了 好 我说要肥肠 一种肥肠73块钱 这是73块钱吗 这少一半 还有一半了 这个烧 是不是 血肥肠 嗯 就是血肥肠 你好有趣啊 水肥肠他把水放了 哈哈哈 这个多吃多了还有水 嗯 但是比较少了这个 并且没得这个 肠子都会清淡的那种的 算比较好的